又是一個強強聯手組合 BTS选隔兩年再度和Ed Sharron合作 卻意外被爆雷直接公開新歌名稱 自2019年巡迴結束後 Ed Sharron就佔別樂壇 將眾星放在家庭生活上 去年9月更是迎接了女兒的到來 近日不僅帶著新歌回歸 在IG上更是久違的開放粉絲問答 被問到最喜歡BTS的哪首歌時 竟意外劇透了他們的新歌 孝行一出引發粉絲暴動 防彈少年團所屬經紀公司 也大方向還沒證實 洪凡愛德確實參與了BTS的新歌 但對於歌曲究竟會不會出現在 即將發行的專輯中 持保留態度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BTS第一次 和大咖歌手合作 對象包括老煙槍雙人組 百大DJ史蒂夫欽慕 和最新成功的Housey 防彈少年團儼然成為 進軍歐美市場最成功的韓團 最新發行的歌曲BUTTER 也破天荒地成為第一首 連續五週 蟬聯美國告示牌 排行幫榜單第一名的亞洲歌曲 世界的防彈少年團也當之無愧